周杰伦被选入教材的歌 你知道几首 这首歌被选进台湾省国文教科书州 是因为范文山选用1943这个年份做背景 当年有很多因战乱而逃难到台湾省的老兵 与大陆的家人几十年不能团聚 直到44年后开放谈亲 他们终于回到大陆 却发现父母亲早都不在了 蜗牛是周杰伦事业低谷契所作 当时给罗德华的眼泪之道惨遭退歌 鬼章惠美的双结婚也同样被退 于是便写下这首歌《勉励自己》 结合在参观打工的经历 唱出了底层小人物为理想奋斗的心境 2001年和2005年 被分别选入上海二期科改音乐教材 和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 2014年被纳入小学初中一二年级语文教材 和三年级的延伸阅读 明雾海港 海影月光 泪花乐妆 摇晃淡淡哀声 剑奏最后与传歌相呼吟 曲风延续了周杰伦一贯的嘻哈风格 2012年这首古典乐家说唱的《立作今生》 成功入选语文教学与研究读本教材 集聚东方韵味的复古代表通风魄 入选张建筑编的大学语文教材 只花了周董两个小时作曲的经典中国风发如雪 入选日本通过歌曲记住中国话 更是成为邻邦通过歌曲学国语的代表作 听妈妈的话则入选台湾省台北大学 附属实验国民小学一年级教材 据说《青花词》曾出现在武汉一中语文试卷默写歌词 《爱在西元前》出现的台湾省高中历史考题 七里乡出现的台湾省徐会中学高中试卷 蓝亭旭也是台湾省某高中语文试卷 我还帅哦 华流负债紫长 周杰伦的两个宝贝虽然从不露全点 但举手投足间满满的周董发 大女儿海瑟威贴胡子变装 堪称周董灵魂魔法 小吓唬楼米欧周是弹奏气场十足 话基因也完美继承 女儿海瑟威四个月大事 随手弹出的一段旋律 就是周董前世情人的创作来举 能教学看楼米欧沉浸式创作乐谱 并画并挺顿思考 周董的关节学问惨到无事 看来儿子也嫌爸爸出个满 都自己动手了 新专辑单曲粉丝海洋MV开头 罗密欧帅气出镜 当别人家小孩五岁 还在问爸爸会不会小猩猩的年纪 周董的儿子已被训练成骨盖 对着镜头灰粉 脸颊上的单个笔活 与周董堪称复制粘贴 双手插多的样子 就是迷你版周杰伦 墨镜一带谁都不爱的劲 继承到了老化的精髓 网友纷纷调侃 周董的MV除了自己走来走去 这次连儿子都被拉来走 父子同况弹唱的听妈妈的话 让昆灵不禁发愤 这是另类催眠吗 连手指头都是洗 周董也吃醋的回复道 要听爸爸的话 这首新典曲目 姐姐海泽为原来两年前就已经学会了 姐弟俩替付出歌指日可待 周杰伦自认冷门的歌 只有老本才听过 在演唱会上 粉丝点的这首我落泪情绪零碎 是杰伦2010年发行的 这首歌冷到连MV都没有 传言冷门的原因 是因为歌名不吸引人 不知道如果换成落泪或者零碎 会不会起名其理香 令周董现场秒纵的火车刀未去 是目前为止周董唯一一首全首都用品难以演唱的作品 也许是因为听不懂词 没有获得广泛的传唱 但这首20年前的歌 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冷门宝丧 南通射牛南歌迷大胆开麦 要和周董开黑 拼接一首红魔坊 唱到上期不接下期 与周董隔空怒吼的说唱 一下地唱到周董的心坎 直接送了亲笔签名 急性蓝调风格的免费小学录影带 杀尽好莱坞 MV更是远赴洛杉矶拍摄 制作会高达七位数的双刀 写给包导歌王洪一峰的歌曲阿发 都是传唱度烧地的歌曲 你心中的冷门歌是哪一首 我们评论区见